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昨天面對這個九大工商團體 提出讓大量的陸生來台就學就業這件事情 讓我們覺得說第一個 這個好康這一組 不了解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不清楚台灣青年就業的本質 然後也不清楚台灣的產業 其實已經往國際化來發展 他所提出包括未來低薪 然後這個低技術的勞動力 重回台灣市場的時候 其實會讓台灣的國際競爭力 或者是讓台灣的這個供應鏈 變成紅色供應鏈 而且鎖回中國 所以好康這一組是好康到大陸人 對台灣一點都沒有好康 侯友宜提出這樣的一個政策 當然對大陸的這一些青年人是好康 但是對台灣的年輕朋友來講的話 這個是在搞人重康 你這個單單去針對 中生的部分來做開放的話 侯友宜你是嫌你這個年輕人的票太多了 第一個涉及到國安的問題 我就不再贅述了 你對整個就業市場的一個衝擊 那侯友宜你都不會去為我們年輕朋友多想一想 如果說你說是開放的是很低階的一個工作 你這個對中生也不夠尊重 到高階的部分 那涉及到配套如何去把它做一個完善的一個問題 產業一定會產生很大的一個衝擊 貿然的去提出唯獨對中生的一個開放 就讓我們的國人 你不得不特別去擔憂 過分的討好中國 都要來了 好吃 我們就要來補充 那罷了 也要來補充 負責 我們在這些地方 我都要來補充 快補充 我都要去補充